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刚刚过去的一场CBA常规赛 辽宁南篮和浙江队的这场比赛 可以说这场比赛辽宁队是一分西败输的 的确是非常的可惜 球队也是赢来了三连败 这在近几年的辽宁常规赛当中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但是我们要看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这三场比赛 辽宁南篮其实是一场比一场打得要好的 而且从整个赛程上来看 除了第一场的青岛 那么今天晚上的浙江筹路银行 包括上一场比赛的上海南篮 其实在本赛季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四强级别 甚至有机会冲击总决赛级别的队伍 别说现在没有郭艾伦,没有李小旭 就算是这两个人全部都来 应该说输给这两支球队 也不是一个不可让人接受的结果 那我觉得这场比赛输了 结果肯定不是好的 但是的话对于辽宁南篮来说 那么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因祸得福 或者说是因为郭艾伦 因为李小旭 特别是郭艾伦不上场 那么让辽宁南篮逼出了一些 他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 重新打出来了 这个对于辽宁南篮来说 才是最大的一个惊喜 那总结起来我觉得有三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福格 两场比赛打得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我们知道赵基伟受限于他的这种身体条件 其实在这种绝境当中 他是很难承担起得分大人 他可以组织,可以防守 可以去梳里串导进攻 但是你想要再去跟对手硬拼得分的时候 依靠赵基伟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他不具备郭艾伦和赵锐的那种身体条件和攻坚能力 那么现在整个得分中人就放在小万元福格身上 上个赛季之所以辽宁南篮打不过广东 很大程度上就是福格打强队的时候 跟以前在北控一个样 对吧 就是我常规赛很牛 但是到了季后赛 或者一旦遇到这种准强队级别的球队 那他就得不了分 但是现在我们看 无论是上一场打上海 还是这一场打这个 浙江筹润银行 其实尤其是这场打浙江筹润银行 其实你别看赵基伟助攻很多 但是失误也很多 他本场比赛的组织梳理 其实是很乱的 很多时候都得靠福格一个人去单打 所以本场比赛 他的外线三分球命中力虽然不高 但是这种突破杀伤造成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再一次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 这也就是说明福格其实在本赛季 起码就这两场比赛来看 如果说未来再面对激活赛四强 或者说是总决赛的时候 那么福格也完全有能力 分担郭爱伦身上的这种得分压力 这也就不会造成像去年的总决赛一样 一旦郭爱伦在外线被限制住之后 那整个辽宁镇的得分就会陷入瘫痪 其实这个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这三场比赛球队的进步 那第一场比赛我们看到 那整个球的态度是有问题 那么上一场比赛球队上来就非常的积极 态度上也没有态度的一个问题 但是可能就是上来这股劲儿太猛了 结果从第三节后半段开始 就被队伤疯狂的追分 最后体力不支输掉了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 把体力进行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分配 那么在最后一节的话 先期反复差点把这个比分给打回来 所以说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 每一场比赛都在解决一个问题 第一场比赛解决态度问题 那么第二场比赛就是这场比赛 对吧 打完之后把这个体力分配的问题 也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 那第三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整个辽宁南南的精气神回来了 其实辽宁队并不是一直都是一个 实力非常强的球队 中间也经历过低谷 那么为什么现在整个辽宁南南的球迷非常的多 深受整个辽宁地区 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一个关注 其实不是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成绩很好 更是因为他这种辽兰精神 可能是鼓舞着整个东北地区的一个球迷 特别是现在整个东北可能经济环境 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辽兰这杆体育界的旗帜 更是能够起到一个振奋人心的作用 所以说辽兰精神 我们能够通过最后一节的比赛当中 别管球员打的怎么样 这个精气神永不放弃的这股气 他一直都在 我觉得这个才是辽宁南南的魂 为什么辽宁南南对吧 喊出来那句与辽同在 是吧 你之所以说永远都愿意站在这支球队身后 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胜利 能够带给你喜悦 而是因为他的这种精气神 能够时时刻刻鼓舞着这个辽宁 乃至整个东三省的这些老百姓 这个是球迷真正爱这支球队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 特别是在最后一节 我是能够从这个球队当中 看到这种久违的气质 重新回到这支球队上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输了 球队是三连败 就像咱们前面说到 结果肯定不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 球迷应该是比较满意的